你敢相信吗 这款灯能持续点亮三个小时 为了测试这个灯 用到了这么多装备 两个摄像机 一个显露一体机 一个容量测试仪 这是第三次测试了 第一次测试这个 第二次测试这个 这是第三次 现在这三个都是绿灯 都充满电了 待会咱们测试续航时间 这个测果是六月几测的 续航时间大概是五十分钟 这个是九月初测的 这个升级了 续航能达到八十到九十分钟 现在这款又升级了 电池改成五百毫安时了 以前是三百毫安时 续航时间电压数 能达到将近三个小时 还有不同就是 当初咱们测试的时候 第二款它打开之后 不管过多长时间 你再关机 你看必须得循环 你就按一下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它才能关 但是第一款呢 人家不是 这样使用起来 就有点不方便 这一款呢 现在这一款呢 回到当初这款 第一款这种啊 你看打开 过几秒钟之后呢 你再按 它直接就关了 这种就比较人性化啊 好了 现在咱们关 你看这些就关了 现在咱们测续航 我呢 待会把这三个灯 分别吸到这个铁皮柜上 然后这个屋在隔壁啊 隔壁我用一个无线的摄像头 你看从镜子里能看到啊 这个无线的摄像机 然后我这个无线的录像机呢 就放在我屋 因为测试时间比较长 我可以干别的事情啊 依次把这个三个灯都吸上去 都是最亮状态 但是呢 它都会自动的变成就是第二档 待会快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三分钟之后 它直接就变暗了 大家看 这是200倍的快机 从画面上看着第三个灯的亮度 不如前两个 其实呢 这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它放在最下边 这个受这个影响啊 48分钟后 20点14 这时候呢 第一个灯明显就暗了 这个咱们以前也测过 大概它那个工作时间就是50分钟左右 然后到20点35 我直接把它给关掉了 下面呢 继续测试后两款 现在继续又是200倍的快进啊 大概一个半小时后 也就是21点的时候 第二个灯亮度就明显变弱了 也就是说第二款灯 它能工作一个半小时 比第一款呢 明显续航提高了很多 上次我测试它的续航的时候 我感觉哎 这个挺不错 谁知道现在第三款有出来的 咱们看一下第三款它能坚持多久 第二款呢 我就没再去关灯啊 没再关它 大家看时间到22点26的时候 这已经是三个小时了 然后三个小时呢 它这个 你看这个亮度还可以啊 所以说它能轻松工作三个小时 我是测试了四个多小时 咱们继续往后看吧 你看这马上就11点了吗 我测试到了11点45 这后边它就肯定是按了按了很多嘛 那咱们就不看它了 三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现在咱们测试它的电池容量 也是用了一个摄像机 专门调整过这个摄像机啊 这个摄像机以前发过视频 专门调了镜头 能看得很清楚 能看清小字 充满之后 红灯会变成绿灯 这时候容量测试仪呢 它会自动的停止计时啊 它就不会再计时了 这个很方便 最终结果是用了一小时二十三分钟 电池电量测的结果是520毫安时 大家看最后结果 马上变绿灯 好 变绿灯了 这是截了个屏 没想到吧 这个小玩意续航三个小时 这是一代比一代做的完美啊 价格呢 始终是没有变的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其他平台我看了一模一样 比你这个便宜的多 其实呢 同样的外观 它里边这个电池啊 差别很大 从100毫安到500毫安都有 大家买回去之后呢 你可以这样测一下 测一下它这个续航时间 再测一下它这个电池容量 假如说也是500毫安时 同样能工作三个小时的话 那恭喜你 买了超值 我橱窗里这个链接呢 从9月中旬开始发货 发的全是这种啊 前两款已经没有了 全是这个第三款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